邮局大当机两个小时 包括除惠窗口跟ATM机台系统都异常 新闻开始就来关心 从早上的8点34分开始 不管是用手机登陆邮局网银 或是ATM排式除惠窗口 系统都连不上 造成许多民众困扰 直到10点25分才抢修完毕 恢复运作 不过其实这次的当机状况 已经是今年第三次了 统计平均每两个多月 就会出爆一次 先断线 当电脑当机也不能联系 到邮局柜台想提款 零柜人员只能委婉拒绝 因为全台系统大当机 电脑根本无法作业 办不了业务 还有民众气得掉头就走 太夸张了 这个业务的话 这个线路应该是随时保持传统的 当然我也觉得不方便 我要缴费的话 我还是一样跑原来的地方缴 不只窗口不能作业 就连邮局的ATM也故障 紧急贴上线路异常 暂停使用的公告 24号早上8点34分开始 中华邮政电脑全台大当机 包含除惠窗口跟ATM机台 都因为系统异常 全台1298斤邮局都受到影响 一直到10点25分才陆续恢复正常 统计当机的时间将近两个小时 中华邮政系统无预警大当机 目前了解是主机系统修补城市异常所导致 只是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当机 平均每两个月就出包一次 也让不少民众对中华邮政之款老招牌 感到失望 记者综合报道